9月5日韩星 郑宇盛和杨彩妮等人在中环出席护肤品牌的活动 郑宇盛表示平常靠运动来保养皮肤 而护肤品就只用一种合适的 他希望一演员或导演身份拍香港电影 又自爆看过杨彩妮的作品 他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女演员 如果将来有机会很想跟他合作 我以前很喜欢过杨彩妮的演员 很久以前在演员上看过来 每个人都在演员中 一样的演员中 我认为了一场演员中 所以我认为了一场演员 我认为了一场演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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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采尼直言现在节工作都要经老公同意 其实老公一直都非常支持他 并分享了对方带两个儿子到机场捷机的感人一幕 因为他们现在会走路但是走得很像企鹅 就两只小企鹅这样子冲过来 我这边说我眼泪又在机场就流下来了 然后觉得很开心哦 我看到他们 那我现在才知道就是 以前看别人在那个机场那种感动的画面 我没想到原来那个感觉真的很感动 最近郭不成公开了女儿弹琴的短片 杨采尼大赞很可爱 想带两儿子去跟对方玩 但就担心带双胞胎出去会有些吃力 我们会约以后有时间的时候在香港 希望可以带小孩子跟他小孩子玩 但是我比较你知道双胞胎出门 真的要计划得很好才可以 非凡娱乐香港报道